CG大賽的代表 然後再來是說 他的名稱好像是一個 他們食物的名稱 就墨西哥食物的名稱 墨西哥食物的名稱 這樣子 那這裡 就像肉圓一樣一個代號 你好開心喔 我都笑不出來 你怎麼笑那麼開心 肉圓好吃 聽說你前陣子也很想吃肉圓 很想吃肉圓嗎? 你怎麼弄生氣了? 還是這不能說 我們都是抱持著愛 我們不應該有恨 對,love and peace 我們看一下兩邊的牌組 那Lado這裡帶的是 卡札木、愚人社 然後翠玉德以及 親王者 那他帶的牌組一樣是要去抓 牧師的喔 Paple就是帶四套主流牌組 Paple這也很 你到底要講誰 Paple Paple Paple這裡很像 因為兩個名字都有點像 有點繞口 那我們雙方看到的是 雙方青王賊 對,其實我看到這個 喔,沒有這個不是青王賊 我講錯了 對,上面這個賊 他是放雙屁股 對,就是要來抓青王賊 他有點像我記得好像 CocoSasa好像也是 這樣的牌組 就是他不是放青王的 但整個賊組來說 好像都還蠻 整個法律曲線是還蠻像的 是,就是都是想要去抓 青王賊的賊 我覺得這種賊還蠻特別的 你說這樣的牌組是想抓青王賊嗎 因為多放了螃蟹嗎 因為就是多放螃蟹啦 多放屁股 我現在青王不放 青王賊不放青王 改放屁股 你還真的比青王賊強 是 你比沒抽到青王賊的青王賊強 因為你多了 你多了屁股 你多了螃蟹可以去 針對內戰嘛 不過我在想 是不是乾脆不要放暗閃 如果你沒放青王的話 是不是乾脆不要放暗閃 因為我沒有試過這樣的牌組 我是覺得 還是有一張的彈性空間嗎 我覺得他畢竟他也只放一張嘛 應該也還好 只是我是覺得 暗閃最大的效益是搭配炸雞 可是他沒有搭配到炸雞 那乾脆 對 好像真的可以不用放 對 那這一首來說的話 還蠻尷尬的 因為 我自己在想是不是 他選擇直接去做軍情 這樣 其實我剛剛在想 要不要直接 裸過 怕死 或者是說 我直接下一張 呃 湖爛海賊 然後 把它 砍掉 喔 喔 你想留被刺就對了 對 我有在想這件事啊 其實 其實我覺得甚至你要空過都還可以 嗯 空過 空過你說被刺交了空過 呃 其實你要不要交 我倒覺得沒什麼差 你想留也可以 因為下回合你還是可以做一些比較 比較 比較 呃 連擊的解吧 我是覺得空過比較浮誇就是 我覺得空過很可以喔 OK 還是我們等一下試試看 對 你說我們等一下直接 對 現場打一個是不是 喔 你還有力氣喔 我還有力氣 我覺得好像應該可以的喔 好 那這裡的話 應該會選擇直接打588喔 我是覺得588算是最好的選擇啦 因為 不然我想不太到什麼時刻要打 主要是怕到暗沙花嘛 嗯 可是其實 如果你要這樣怕下去 你的船長也不能出了 你很多東西都不能打 對 就是你還要防 防那個船長 然後 右邊那 你就只能出最右邊兩張 對 你只能出營火跟那個下褲吧 對 我個人是比較傾向是丟 因為就讓他殺 然後等一下 反正 我等一下還是要作戰嘛 嗯 所以你還是 沒辦法逃過暗沙花的 擊殺的話 那還不如先打 對 Povo是不是一直來偷瞄對手 其實他從以前比賽就是這樣 他會有一個仇人凳 然後看一下這邊 還是他 通常對手好像都很專心在螢幕上面 結果就沒有太發落這個 他其實對男生比較 比較怎樣 你說 我讓你說嘛 你說 對男生比較仇視 比較仇視 仇男 對仇男 仇女我常常聽過 仇男我都 到真的很少聽過 這個好像有點強 這樣子的話 好像派奇會變4-4 4-4啦 但是 3-3 原本是 2-3-3-4 對會變4-4 剛好可以換掉那張 那張暗沙花耶 我這裡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應該會打3加3 這是 這是最好 最好的十一點了吧 因為這個十一點你都不打的話 其實你沒有更好的十一點 因為 考慮你要防 考慮你要躲螃蟹喔 現在這個十一點應該是最好的 那這樣換掉然後砍掉1嗎 剛好這裡螃蟹吃一個 全解 剛好全解 就是剛好打一張 一費的火藥花 怎麼解都可以全解 除非他螃蟹吃錯啦 可能比較不好解 螃蟹不要吃錯應該是很好解 呃 吃錯好像也是全解 吃錯也可以全解 吃錯也可以全解 對也是全解 吃錯也可以全解 然後下回直接壓一個讚 好像穩到不能再穩 穩到不能再穩 好 印象自久提到的這一副賊 就是專門來抓青王 特製了兩張螃蟹 嗯 因為他其實這四套來說的話 呃 他不只抓牧師 其實也是抓賊 因為他特製 配置了說 嗯 他的魚人聖也配置了兩張螃蟹 雖然說他的 德魯伊沒有啦 就他德魯伊擺的是比較大的 就是有放麥迪文以及昆恩 嗯 可是其實德魯伊打到青王賊 螃蟹沒有那麼大的效益 對 效益真的不到 價碼吧 嗯 他這邊是不想要上馬嗎 他 他應該要騎吧 我想不到不騎的理由 騎什麼 騎馬是不是 嗯 騎馬 錄一個啊 什麼 什麼 我最近對這些字很敏感 沒有 因為騎馬另外一個壞數就是 會異賞 會異賞到勢啦 但 七費 七費 戰馬應該是最好的 你懂為什麼 節奏打最滿的一個選擇 對啊 我是覺得騎戰馬應該比較好一點 可能他 考慮的點是說 有機會是被暗殺的話 嗯 嗯 For this tournament my main target is just to get top 4 嗯 to qualify to the world championship but 嗯 那這裡 top 4 It doesn't mean that I will not try to get the fun I will still fight for the fun I will still fight for the fun 死生會 有兩隻小骷髏會 到手上嗎 你有看到他跟他直接 一直在偷瞄嗎 他就常常會這樣子 沒有 我只是看到這樣子 如果假設我真的坐到他 蹲對面 不小心對到眼 我覺得 懼尷尬 你覺得懼尷尬是不是 你會跟他對到眼 代表你也在看人家 喔 你不看人家 你怎麼會跟他對到眼啊 對不對 兩個男的這麼近距離對到眼 那尷尬了 也是當然 行 那這裡 我們直接貼人血啊 暗殺話 嗯 看樣子 Povel這把應該是 喔 雞蛋糕 飛在天空上 我看這一把應該 Povel應該走遠了 因為沒辦法 對方這個就是來 專門來抓他的嘛 你看他的對手 完全沒有發現 他不會看到 對不對 專注於自己的打敗 對對對 專注 我在想 是不是有 他可以從他的 眼鏡反光 看到什麼 他的手牌之類的 很難 真的很難 你之前試過是嗎 打 打一些其他牌類的時候 我常常想這樣試 OK OK 這集結束 你是因為 什麼賭神看太多 這不是你發問的嗎 不是你問我嗎 沒有 我會問你 不是你這樣很難答耶 我都想辦法回答你了 喔 那我們這集 恭喜 是 Empana Lado獲得第一勝 今天這次的比賽 是不是 這次的比賽 是不是只有 兩個選手 是帶這種 Counter型的 想抓 親王賊的賊 對 念起來有點老舌 就是他們 是沒有配置親王的 這個有沒有 比較簡化的念法 好像也沒有 中速賊 Tempo賊 對 我們就直接稱他 中速賊 其實有兩位選手 是這樣帶的 對 就是CocoSasa 跟那個 現在我們看到的這位選手 因為其實我這樣看下來 好像這樣 呃 以比賽上 還蠻合邏輯的 就是這一種賊 來說的話 會相較於 親王賊 雖然沒那麼侵略性 沒錯沒錯 可是其實如果在選擇 BAN掉牧師的情況下 會比較好一點 你必須要試吃 尤其是 Coccinita I'm very happy to be the first Mexican player to qualify for an HCT Championship When I first started Playing Hearthstone I never imagined It would lead me here Ike has 0% chance Empenizado Moves on to the top 4 and is going to the summer Championships in Los Angeles When the playoffs Started I was really nervous But after I won my My first game I settled in And as the playoffs Went along I became more and more Confident With every match The most important Lesson I learned From the playoffs Is that if you want To win You should bring The strongest decks For me Winning this tournament Would be one of The greatest achievements Of my life If I win this tournament I think it would Motivate others Back home To play the game Competitively Then you'd start Seeing more Mexicans At these tournaments G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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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wo的賊先過了 那我們就要看Pawo剩下三套怎麼去選擇要上神 只是他的ban pick好像還沒出來 我們等一下要稍微來看一下 有特別的看到 好 那Pawo繼續選擇上他的 那其實Pawo剛剛如果他讓對方的牧師上的話 我在想是ban掉得路 應該是這樣子 因為其實大方向還蠻明顯的 好 那我們看到雙方是 互ban對方的 互ban的路易 那就是mparador如果跟他所說 他是想要抓牧師跟誰 然後雙方都ban的路易 這邊騎手又有螃蟹 其實我覺得螃蟹要夾到船長比較有效應 效應高到不行 真的是高到不行 那這裡螃蟹應該也沒什麼不要下 其實加點夾啦 你居然夾到一個虎爛海賊什麼的 其實可能效益沒那麼高 但是賊很難解 賊也很難處理喔 這裡應該就上個武器吧 嗯 上個武器通過 然後這硬幣其實要稍微考慮一下 喔 四五八黃金鐵三角 都在手上 那我們這裡好像要宣布他要贏了 嗯 不好說不好說 你覺得不好說是嗎 不好說不好說 像我剛剛說的 後手可以做大飯 行 先手不要做大飯 後手就可以做 喔 那這裡就做了 做了做了做了 Pubble做了 有了有了有了 擋式出來了嗎 要做大飯就是後手在做 可是這樣應該也是八八啦 我意思說後手可以做比較順 後手可以做比較順 後手可以做比較順 喔 其實我覺得他那個 真的有點厲害 因為他這裡又剛好進一張一 待會兒可以搭配軍情 對 那這裡藥水還蠻陡的 藥水的話可能要拿打五少四 嗯 他選 喔 他怎麼選一費 我想一下 他選一費喔 其實我還沒想過這邊 我還沒想過這邊要選一費 我也沒有想過這邊會選一費 為什麼會選一費 我不太確定 但感覺挺牛批的 我在思考是 如果考慮到寫法的話 會選一費嗎 考慮到選法還是一費 你這樣好嗎 因為如果你要考慮到寫法 代表什麼 代表你要考慮全解嘛 對吧 那不是代表說你一樣要選 單體傷害跟AOE嗎 對啊 搭寫法的話 那你打不選五費 單體傷害跟AOE也是全解啊 如果考慮說這兩張 這兩個效果都會出現的話 我想不到為什麼會選一費 你想不到為什麼 那沒辦法 我應該正常來講還是會選五費 五費機會比較高一點 對啊 就是全解的機會 就是打五 少試是最簡單的 而且他還有便揚什麼的 可以搏一下 甚至說你冰凍兩張都可以 對 冰凍兩張都好 然後他這裡選的是選 但我剛剛沒有仔細看清楚他選到什麼 他選一其實讓我很意外 他選一其實真的蠻意外 那這裡來說的話 應該得打二加三 就螃蟹夾一個 然後看一下 三費的那個 亮跟草 喔 他打三 冰凍 冰到了嗎 喔 二分之一 中獎 這樣換他佛難打 這邊兵起來有點難處理 那這裡應該就 下一張生物 然後上毒武器砍掉了 那這裡應該就是 倒數計時 到底還好 因為 牧師還沒辦法打那麼快 你這邊如果再下凱恩 六費再下凱恩 其實對面解不掉 這應該 接戰馬其實可以贏 這應該要 拚了 就是拚一張拉閘 這邊牧師也該拚了 他也想不到誰打這麼快 拚一張拉閘 然後 喔 喔 這武器進得不錯 凱恩上去 凱恩上去 這武器應該 沒有沒有這應該是武器直接 砍 因為 要拚斬殺 然後 是不是說去換怪 可是我個人比較顯像是直接砍頭 如果他要這樣打 對 如果這樣打直接攻擊我就會 因為如果這裡吃龍火 我覺得是都一樣 所以我這裡會傾向是直接砍頭 會比較好一點 因為沒有必要去防什麼 除非你要防沉默 可是沉默的話也沒什麼好防 就幾乎都一樣 所以我個人是傾向砍頭 下凱恩的好處大概是 你有機會 下凱恩比較穩定一點 就是AO1解不掉 然後你等一下有機會解到戰嗎 因為像這樣的場面 的確還是有機會解 但是這些牌不可能會出現在對手的手裡 包含剛剛提到的沉默龍火 這個場面是很好解的 沉默龍火就很容易解 但是這些牌是不可能出現在對方的手裡 因為有早就打了 那這裡要硬去綠一張牌去解 我打到好辛苦 直接爆開 所以你剛剛不是說鐵三角在手而已 我覺得 上了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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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敢質疑撒謊 不敢質疑撒謊 牛逼牛逼 沒有其實我覺得主要是那個吧 五費藥水 對 我覺得五費藥水如果藥水選到五費的話 我覺得比較有機會 就無論說少是 嗯 你就算第一層不選到打五 你選到少是冰 對 也不會像是剛剛打得有點抖 沒錯 有點抖 因為其實藥水這東西 其實它的費用越高 它的影響力就越高 因為選一費 我不太明白了 但我覺得不太好 影響力太低了 像剛剛的情況就是冰起來 而且冰你還用賭的 對吧你冰還用賭的 你賭錯你也完蛋了 所以我覺得 五費可能也真的會比較好 那另外 其實我有在想說 嗯 是不是Omega Lero真的 流石流對了 我不知道 但我們先休息個三分鐘 我們等一下回來再慢慢討論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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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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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 海盜嘛 但是海盜對手都未必會放 所以我覺得 流死其實不是一個很好的選擇啦 那我們這裡看到的是 第三場 是由雙方的卡札木對戰 喔 哇 喔 好厲害 不愧是撒謊 我剛剛還想 對方已經先來了4跟8 對對對 那你怎麼一張都沒有 不過剛剛那一場也說明了 四五八都到了也未必會贏 只是這個牧師內戰應該不太一樣 牧師內戰應該是蠻穩的 牧師內戰好像不太一樣 那這裡的話 好像末日可以直接下 嗯 我這邊選擇補血嘛 那如果你這裡不下的話 等一下有可能 因為像剛剛 剛剛我們稍微提到的就是說 在牧師的內戰裡 似乎是不太需要去扣末日這個東西 而且你會希望是搶的節奏 你必須下回四倍 是有東西可以做的 對 那這裡要不要選個變陽 我是覺得選變陽好像比較好一點 喔 打五吧 打五 打五不錯 其實這兩層都有點差 因為這兩層都沒有選到要抽牌 期望是抽牌 那一個是選擇加五甲跟 加五加七甲 加七甲跟打五 加七甲型蠻差的 對 因為在牧師的這個 藥水的選擇上 藥馬 呃 首要我們是抽牌 其次是藥馬是場上的傷害 不然就個體的傷害 甚至說復活都還蠻不錯 對 甚至說復活戰場優都還行 我看那個帕伯這樣打 好像不用五跟八 對方頭就要爆牌了 但帕伯手上的資源其實相對的少 嗯 只是我是覺得 MARADO這樣 抓牌 呃 偏 偏那個啊 就是偏什麼 偏左還偏右 偏賭 偏賭是不是 對就是他 他有時候選 這些都有點冒險的感覺 倒是 這倒是真的 就像他這樣選加七甲 其實結果來說 加甲真的沒什麼影響 嗯 在內戰來說真的沒什麼影響 因為有時候變陽 甚至你可以變一些抽牌 都會還蠻不錯的 對 主斷對方的抽牌都很好 其實我覺得還是剛剛那個末日沒有下 好像有點可惜 沒辦法準時斷對手的節奏 是 導致人場會被壓得打 這個時候也是逼不得已才丟人末日 而且還被對方撿到一張痛 那這裡應該直接痛掉了 嗯 然後 這個暗影也是好像沒必要求 就是等下 搭配八 然後直接開射 那這裡應該就硬幣直接跳吧 跳吧 只是這裡就要看 只是這裡就要看 呃 嗯 MARADO這裡 什麼時候可以進五費的拉閘 他只要進的話 還蠻有機會追上 就是畢竟他是有 清零正報的 怕是怕他還沒 怕是怕他進不到 沙皇 沙皇果然是厲害 因為已經到手 都到了 對 就算沒到的 我也可以偷到 對 我也可以偷到 只是現在的話 還不好說 因為 畢竟你看到的是雙方 呃 上方的牧師 還有補血 對 而且雙方手上的手牌 手牌資源其實差蠻多的 Pubble相對的少 那這裡的話 應該會先選擇先 我 比較傾向是先選擇做雞蛋糕 就是聖雁牧師 然後聖雁牧師先補一個 然後看那個 喔 他選擇要這樣打 那如果這樣打的話 我更傾向的是 我把自己的骰匙點掉 對 你這樣有機會是被人家 直接抓一個 嗯 被抓一個 就變成說你這回合 這樣打 小生物鋪上 完全沒有意義 好 那這應該選打5點 趕快搶直擊傷害 第一層應該是選復活吧 雖然說他選很快 我沒什麼看 好 那 應該是一張復活 拿一張是打5點 那這裡先做案 那已經是看有沒有 喔 風光藥水 對 拿到之後下 應該是下火沾絲 喔他選這樣打 這個 這個被撿走真的是 很傷 他這樣打 那他這裡不下火沾絲 他下螃蟹 就像是有講的 剛才如果你要下彩虛的話 導播自己把他點掉 因為這個彩虛 只要被拿去利用的話 你會看到雙方的 手牌量已經 到一個 只差一張了吧 剛剛其實還差很多 嗯 慢慢就這樣被拉近了 這很可惜 那這裡的話其實可以考慮 要不要直接打一個 2加5 嗯 其實就比較怕就是 有沒有機會死 因為他只要打到7張牌 而且他剛剛還考慮到說 他有拿一張藥水 是 因為如果是藥水的話 等於說如果是打8 他如果拿死費的話 是打8 那這樣就已經12敵了 那你這邊如果不2加5的話 你要4加5嗎 嗯 可能應該是打 你場面你還是要稍微截一下 可能就是先打4吧 可能4 先補 然後再打 那個 正面術斷 然後再打縮小 然後去截一下場面 然後可以再搭配 感覺這樣好像花太多的 依緣者 那他如果要選擇回頭打這個的話 也有可能 就是他至少一定要選擇一個 是聖夜牧師 或者是說 一個大補 嗯 強效治療藥水 這兩個選擇 可是聖夜牧師的好處是知道你有一張戰場 是 選到 選到骰區就還不錯了 他這應該沒有必要去防瘋狂藥水 因為剛剛已經打過了 所以這應該繼續點頭就好 這邊在想 還是 還是 還是稍微怕瘋狂藥水 對嗎 但是說現在優勢 沒有 瘋狂藥水打過 對 所以我想說他在思考什麼 他應該是想說 要不要丟其他東西吧 因為火箭其實可以丟 然後剩下就是扣著 看要不要扣 喔他選擇要這樣打 因為你丟火箭的話 你不知道出面多怎麼辦 他如果要這樣打 我這樣 他這樣反而會自己扣血 這樣可能會進入神聖星星的射程 射程裡面 或是說他自己用天生技能 就可以剪掉你的那種 那這裡 那這裡 反而拉斗這裡選擇 持續有補血 畢竟血量被壓有點高 那這裡 好像 可以打掉 二 四 可以打死五張 可是傷害還是不會 對 那其實先把 高費者先打一打 那張聖夜牧師似乎也是可以打 可是他應該猶豫的是 要不要點對方聖夜牧師 趴火這樣應該已經打五十滴血油了 畢竟對方大跑過一次 可是如果這裡 再去點聖夜牧師的話 其實傷害可能會不夠 除非你下一張要進的是廢羅 除了廢倫 萊拉也還行吧 嗯 就廢倫或萊拉 對 廢倫萊拉 排也剩四張 所以他這裡選擇不點聖夜牧師 那 這裡我們就要看 上方 什麼時候可以進 他的 拉閘 因為這裡在不進拉閘的話 其實 沒什麼機會 因為這裡其實可以輕鬆算出來說 對方應該是殺不死你 對 這邊一定要抽牌 但看到怎麼抽而已 那這裡先打 神聖心心先做抽牌 那我們抽起來是 三費的石丘 我這邊其實比較 我這邊其實比較 我這邊會想打賭一點 如果是我的話我會想要 2 2 2加2吧 應該要去找一張 他應該想要的是直接補多一點 希望補多一點 我自己想到的是你拿到拉閘 也沒有 那這裡的話應該這些也不下 那這裡好像可以直接補到 補個痛快 應該先看個亮跟草吧 先看個亮跟草 然後可能等一下如果 假如進的是環 還滿不錯的 或是說亮跟草偷到環 也是滿不錯的 948 強 強牌 我覺得我還滿後期放這張 石丘 用意有沒有特別用意 抓948是不是 我覺得是 其實我還滿少見有牧師放石丘的 我前陣子有在天梯上看過 可是其實我覺得這張牌的效益沒有很大 還不如走夾擊身那套 因為牧師比較需要的是綠抽 是 就是趕快找你的5跟8 比較實在 因為這個其實比較 相反方面的東西 那 我以為他要下 為什麼我連 我是覺得亮跟草可以一起下 如果要這樣打是不是 對啊 還是你有更好的目標嗎 也沒有 好廢了 牛逼牛逼 我覺得亮跟草可以一起下 對啊 只是也是少補兩滴啦 消失 我想說你亮跟草 多這個血 你會意義不太大 喔 喔 喔喔喔喔這樣 這樣好像有點不太 喔這樣不太太好 你要把彈藥都畫在這個上面 對你就要把 因為他全部都點掉在上面 好像有點衝動 殺王是不是 衝動了 他這邊打老鼠的 他想抓什麼 他可能 沒有他主要是想要花彈藥 他只是想射就對了 對他只是想射 喔喔對方五進了 哇這個想射 讓他這一場變得好危險 嗯其實說實話 恩盤藥拉斗 這邊這一手處理得比較好的 一點是 他有把血線再拉回來 對對對 可是我覺得比較可惜的就是 他的三三啦 他的三三其實也可以一起拉 那這裡來說的話 應該就是 打一張五吧 然後就繼續點 然後就繼續點 可是是不是點三六比較好 點三六比較好 有嗎 沒有點 他要選擇這樣子 我是覺得點三六比較好 他是選擇留三六 因為你要點三六 你會解不掉另外兩隻 是嗎 光灰元素解不掉 就解不掉光灰元素 光灰元素嗎 因為剩下你可以用撞 可能這個場面上留三六其實還可以接受吧 影響不太大 哇哇哇哇 哇 哇這個太六了 直接補了一堆牌 直接補四張 然後就 再打一張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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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就不動了吧 這裡結束吧 這裡結束吧 那上方來說的話 好像只能繼續點 嗯 點一下 然後 看要不要下那個吧 就是吧 好像沒辦法繼續拿 他一個沒有牌 然後結果一個瘋狂藥水 直接 直接 直接逆轉 直接 直接牌速變成一樣的 我到底看了什麼 小 沙皇表演 只是這裡的話 POWER可能就要看他 進的 喔 普通 那這裡就是先 丟萊拉 然後 萊拉射一下 真野豬再射一下 六 六嘛 其實你要變出 好像有點難 難這回合就贏 喔 你說有點難 缺一張 負一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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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一張 差一張 哇 可惜 只是這樣應該也不會被難 嗯 只是如果上方進的是 費倫 好像就死了喔 費倫好像就死了 對 費倫就死了 那這裡的話 算一下 這邊應該是沒辦法 沒辦法贏嘛 手牌 只能打掉三張 所以 但你這邊要想的應該是 讓自己補更多血 對吧 更多血應該整個四滴吧 應該也沒辦法 不知道 這裡頂多打六張啦 然後六張是 三張牌 你只能打三張牌 所以是 六滴嘛 然後加上手上是 七滴 十三 然後又十八 二十二 二十二還差六 他還繼續call喔 就是這裡的話 剛好直接打完三張 直接帶走 最關鍵應該就是 瘋狂要說 我是沒有想到這個結果 那我們這裡恭喜Pubble 成功的取得第二勝 那這裡來到的是 Pubble的賽末點 Pubble剩下最後一套牌 好可愛喔 那這裡 恩牌Rado 還剩下他的牧師 跟他的 跟他的愚人聖 那這裡的話我們先 寄一張廣告 休息一下 把他回來 2017 Hearthstone Summer Championship 時夏天 來看 他會搵 李咦 他會搵 李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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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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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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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茜 杨茜茜茜 杨茜茜茜茜 杨茜茜茜 好像有點危險喔 危險危險 非常危險 只要一個不小心 好像頭就爆開了 而且你這手牌超難處理 真的是超難處理 好像也只能打一個 你打鞭屍就 其實就解掉一隻魚而已 沒有 可能就要連沉積都要繳 沉積一起繳 對 重點就是說 你就算在繳層級 說白了也是解兩隻怪而已 就解兩隻怪 對 也就是解兩隻怪而已 然後他對方場面是五隻馬 然後五隻十五二十二二二四 好像也接近斬殺 因為大家這樣的話 再加派其實二騎 這一定要打 那 應該是派騎直接衝一波了 這樣會 負兩 負二傷是不是 是嗎 算一下 七 八嘛 六 三 十 八 負兩傷 負兩傷嗎 差二 可是我覺得這時候應該是最適合打的時候 還是傳送門再修一波 你說直接再修一個野豬 再修一個野豬或派騎這樣 那麼 那麼平啊 說實在是 因為這個match 傳送門用處好像也沒那麼大吧 感覺可以試試看啊 當然機率是偏低 沒有 如果要這樣打 我一定會打退化 你覺得打退化 就剛剛不要抽牌了 瞭解了 但這一回 欸 他不想打嗎 喔 他不打 我覺得這邊是野豬是一定要的 我也覺得是 我會打 因為如果這邊對方 摸到一個龍火怎麼辦 他覺得對方解不掉 喔 好 一費了 我是覺得蠻驚訝的 怎麼會這樣打 不會 我應該會請下去 先先把對方鎖到兩血不好嗎 我覺得蠻好的 而且其實他剩下的場面 其實解不太掉 對啊對啊 我覺得我個人會傾向是 直接打嗜血 然後打嗜血之後 只要右手摸一張武器 甚至說摸一張 翠玉閃電 對對對 都可以 就算沒摸到我們繼續鋪場嘛 摸火車 摸 其實摸到滿多東西都還行 摸很多都行 這邊減衣費吧 減衣費拿個 全場燒餓 運氣好一點可以解到 剩一隻火車嗎 對 少二打三嘛 少二打三 剩一隻剩一血火車 想什麼呢 這個時候就是 藥水真的要選一費了 再不選一費會夠好 喔 那他 選擇打八喔 我覺得這裡打八不太好 我覺得 主要是你這裡選擇打八的話 你點掉的有點少 嗯 就你一樣是 呃 你比較怕是DK啦 對 因為對方都 都丟這個進化兄弟了 我覺得 分身兄弟啊 我覺得意圖還滿明顯 當然他可能覺得 他可能覺得 丟卡札拿藥水有點太 呃 失敗就掛了 他可能風險太大了 有可能 可是另外一點就是 我想提到就是 如果你不選 你這裡選的丟DK 你就沒辦法去點 分身兄弟 這一波進化 對 就是我這個DK會 因為 就變成你像慢性死亡了 就是這個DK幾乎要扣著等 對 進化那一波 對 不然你就解不掉 那這裡我們可以看 繼續進化 進化出的是 巨大殺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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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這樣難打 嗯 這樣好像要輸了 還是有機會吧 應該要拿 全場打4 嗯 可是這裡要先 點一張 應該要點巨大殺蟲 嗯 點巨大殺蟲嗎 先點聖盾嗎 沒有 應該點巨大殺蟲 巨大殺蟲是不是 高攻 看第一層選到的是 復活冰凍跟變亞 好像只能選一個冰凍 嗯 選冰凍 冰凍跟變 冰凍好冰凍好 只是這裡 如果第二層就算選到全場 少是 好像也沒什麼救 因為這樣也只能解掉 兩張 因為我這樣講 你倒過來 倒過來你還是要選藥水 那你倒不如在剛剛選 伊菲的藥水 你可能覺得說 欸我選不到我就輸了 但是 你還是得去做 畢竟你最後你要選的東西 是一樣的 都是要 AE跟單體傷害 我們這裡解掉剩兩張 那 我們這裡可以稍微算一下 傷害是 9D 然後 加上派起 10D 然後 369 19 剛好死 22 24 因為我記得沒錯的話 選一費藥水 可以選到傷害的幾率還比 五費藥水高 因為少一個功能 是吧 是 那 我們這裡 恭喜Povo 成功的獲得 這次的 他們這組的聖步冠軍 第一組的聖步冠軍 嗯 蠻牛逼的 尤其剛剛那個牧師那一章 我覺得真的蠻厲害的 他直接偷一個 偷一個拉閘嘛 那邊我覺得蠻厲害的 但是剛剛那個薩瑪 我覺得 他的對手 可能 有一些小細節 不是這麼好 其實 好像 我自己預測 Povo 是這組的冠軍 就是我那時候 還沒開打的時候 因為我每一個人的拍子 都有稍微看過 因為想說 猜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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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有幾個獎猜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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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猜 你真的想要玩你 你真的想要玩你 你也想要玩你 是有一個人 你覺得你想要玩 去得到最初的 或是最初的 不,我只想要 我只是想到最初 去到世界上 但我真的想要玩 我會做過 但我會有多次 我會比賽 比賽 比賽 你覺得對 那是第一次 他在舞台上 他跟其他人說 他很會很熱鬆 What was it like going up against him? I tested against his line-up and I feel like I was favorite and yeah, I win Awesome I guess the last question that I have to you in honor of TJ and a couple of other interviews A lot of people like your sense of fashion They don't look at me They look at you as being the stylish guy So what's the secret? How do you always look so good and well-kept? I don't know I don't know You're just Pavel Yeah Let's give it up for Pavel He is going to the top eight and wraps up our winners match for day number one and send it back out to the desk 恭喜你選到的天然之人 恭喜你恭喜 其實我猜錯兩組 你到底猜了幾組 沒有就是我猜各組的聖部冠軍 跟敗部冠軍 我還以為你還有什麼分身帳號 然後每個人都投這樣子 沒有因為我其實猜 我以為Town是他們那組的敗部冠軍 你說會冠軍但不是聖部 對 因為我是看代牌 你覺得是敗部喔 對 我其實我有猜錯 你也猜錯 沒有 B組我也猜錯 B組我以為是Purple Purple Purple Purple而已 B組比較難講啦 因為Purple Purple跟決勝出都其實是很 其實我們今天看今天的賽程 大家都是很有名的選手 其實都不好說 對A組 我覺得A組其實比較難猜 因為A組四個人都帶的牌比較特別 也像是法師跟戰士都是A組才有的 對 就是剛好四個人有帶戰士的跟法師的都好像帶A組碰到 OK 那我們這裡看到的是四位選手晉級的名單 那我還蠻好奇的是 Eason你比較看好誰 我比較看好誰 我看好威力喔 我從三年前那一天就是看好威力 三年前的哪一天 他第一次出國那一天我就是看好威力 你看著他打牌長大是嗎 對阿因為他把我打死了 三年前他把我打死了 所以你也差一點要出國 我那個時候好像八強輸他吧 第一滴年一開始的時候 所以你後來才轉型嗎 轉了好多型 東轉轉西轉轉轉了好多型 辛苦辛苦 好那麼明天我們將為大家帶來的是八強的比賽 沒有敗部 敗部 那明天一樣是八個Ball會從 敗部的第一輪打到敗部的冠軍沒有錯吧 是 好那麼 這邊也是像剛剛一樣是各賽區的勝率 對就是我們看到亞太區是六七趴 然後 六七趴很高耶 嗯 其實比起上次高蠻多的啦 因為上次其實 上次是歐洲區奪冠 而且上次歐洲區 牛逼 因為他 牛逼搖頭 沒有 四個人 然後有 就是三個人 對 什麼 像是Corento 然後 Naria Naria 然後我忘記有一個是誰 然後有一個是Ant 不過常常很多人說歐洲的實力是最強 你覺得 嗯 不好說 我覺得強的就是那些人 喔 這樣子喔 對就是強的就是那些人 然後剛好上一次他們都出去了 這一次人比較少 真的是剛好 真的是剛好 數據上來看是亞洲區的出現率高 亞洲APSE的出現率比較高了一些 這是比較高一點 可是其實上次沒有那麼高 好那麼我們像我們剛剛提到的 明天將為大家帶來敗部的 會把整個敗部的賽程統統打完 直到決定出敗部的冠軍 那麼 我們期待明天的比賽吧 好 講個話好不好 你不要那麼快把我賣放下來 沒有啦 怎麼可能 好 我是主播Eason 我是阿明治久 大家明天見 掰掰 掰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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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